110年全國運動會在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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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運動會是國內等級最高的綜合型運動賽事 110新北全運會是史上第一次與奧運同年的全運會 也將會是最多奧運代表選手參與的全運會 包含了射箭選手雷千穎以及拳擊選手林玉婷 精采度以及話題性揪強大喔 全台22個縣市一萬兩千名代表團成員齊聚新北 就是要揪你一起來加油 記住喔 10月16號到21號 10月16到21號 10月16號到21號 全運會在新北隨時上場 更為既成 conform 10月16號 十月16號 10月16號 10月16號 so much I intended to do Now I'm sorry 幹什麼東西 各位 先看一下環顧四周 這個店光在這個地方 已經三十年了 等一下 先不好了 先讓大家看一下 人模人樣的 那 但是開玩笑 因為我今天是穿吊帶褲 吊帶褲跟大家講 一般是吊帶褲在穿的時候 它是不穿皮帶的 所以我等一下是想來這邊搭配一下 挑一個皮帶 挑一條褲帶 順便的 因為我今天穿襯衫 順便在看能不能蓋一套西裝 就戴一條西裝 不是 要蓋一條西裝 我就可以選一套西裝 你剛剛自己講的 你還要打我 看能不能蓋一套西裝 像這種老字號在台灣已經不多見了 而且保留傳統 再加上新意的店更少了 我跟你講 你說 我們這代年輕人對不對 很多人根本沒穿過西裝 以前都會說 男人一定要有一套西裝對不對 我一套西裝都沒有 都沒有 我一套都沒有 我跟你講 我從小跟西裝的淵源太深了 大同西服號有沒有聽過 大同西服號 我舅公 就是一位西裝老舍夫 舅公不是在船上嗎 那是我舅舅 舅舅不是發明排骨疏 為什麼用做西裝 那是我外公 我先講一講 我們要做他的族譜 還有做過什麼 你講出來 每次拍一個人就說 這個人有拍那個 你也說那個也有 我媽媽本姓廖 他們家有一個家族 有個人叫廖天 我跟你講今天就是來學做西裝 這個我是從小就是夢寐以求 我小時候曾經跟我爸講說 我是不是去學做西裝師 但是我去看了 我舅公他們在弄了以後 我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為什麼 太難了 我聽說齁 就是一般我們年輕人 想到西裝對不對 可能就是去買一些成衣 我只講一個 就是說人家成衣 當然也有成衣的好 可是你成衣 有些時候你穿穿穿會變成這樣 衣服會向後拉 會變成這樣 這就是那個板 它不是根據你而定 沒錯 你懂了嗎 沒錯 然後聽說就是這個手工 完全為你打造的西裝對不對 本來是邰哥 穿上去之後變坤達哥 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跟坤達現在不分宣制 你不要亂鬧 你跟坤達哥的差距 只要縮小到十萬以內 我就幫你辦一個慶功宴 我告訴你喔 我差Kids才差九十九萬 你要自己 本來剩一百喔 我跟你講 不要再囉嗦了 不要囉嗦了 趕快請學長進來 真正的國寶級學長 好 這個老師 歡迎學長 老師 老師好 老師老師 老師我想請教您一下 以您這個在西裝界 大概已經闖蕩了多少 六十年 六十年 哇 一夾子 一夾子 現在真的一套好的西裝 按照您的身材比例來定製的 大概一套 現在目前來講 比如說四萬五千塊 到四萬五塊 所以老師剛剛講的是說 入門現在可能大概四萬五萬 我們觀眾有時候小朋友 他可能覺得貴 可是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四萬五萬買了一套 非常非常體面的 為你人打造的西裝 只要你不要像我一樣 招精氣就可以一直穿 其實滿划算的 所以老師現在您在 這個西裝界來講 能夠來想來跟您學的 這些學員是您挑的嗎 還他們自己來 他們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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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都覺得 這些年輕人了不起 當然我真的鼓勵他們 就是 駕走一條路 你還堅持著 是 其實都很辛苦 你很辛苦 非常辛苦 我以前看我舊公啊 那個皮尺 舊公 你舊公到底是幹什麼 蛤 我舊公是唯一試的 不是 喂 喂 講出來了嗎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我不要相信這一版的答案 他真的是 真的是會對學徒這個 光掃地就掃三年 我就用在那邊掃了二十年 所以他根本不會做西裝 會啦 怎麼不會 會啦我扯蛋 你扯了半天 好啦我跟你講不要哈啦 邊做邊學 你今天呢身為學徒 來跟老師報告 不是我跟老師這樣 一開始跟老師學 我怎麼好意思 我什麼卡 這個 那你滾吧你滾吧 我不是 老師一定要教你一下 教我 要讓年輕人看一下說 這種值得傳承的技術在哪裡 是 好不好 我們先了解一下整個 手工定製一套西裝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兩尺寸 兩尺寸 Check it out 這個兩尺寸怎麼兩尺寸 這也是一門學問 快點 Check it out 我們現在請老師先示範一下 就以我為本 幹嘛吸 幹嘛緊張是不是 對 合心強 好邰哥 你放輕鬆 對對對 採寸呢 一定從後背 歐點開始 歐點是 歐點就是我們 第四追 對對對 OK 你要學喔 你除了背兩之外你要學一下 全長二十九 算為四十二分一 四十二分一我們再聊了 四十二分也很強 很強 但沒想到肚子也那麼大 肚子也那麼大 肚子那麼大 肚子那麼大 你的衣服買不到 因為你前面大嘛 前面大 前面很大 太大了 非常大 你是陽體 我是陽體嗎 對 你是陽體 你走起路來有風 我有風 哎呀對 我走路有風你知道吧 我走路風是走後面來 現在也要量苦腰 苦腰 這才是我真正的腰圍 對 對不對 三十六二分 我肯了老師 老師您這個 您幾十年量體 你怎麼會量身這個樣子呢 不是前兩天三十二嗎 再給你一次機會 再一次機會 再一次機會 好 我們再給老師一次機會 對 好 攝影機設好 有 我已經用力在拉了 還是三六二分 老師您量到現在 我大概是幾頭身 你上半身比較長 我上半身比較長 對啊 你手長過膝 我手長過膝 老師他的膝 老師我手長過膝 而且我會是成了心心了嘛 他的心 哎呀 這個厲害 十二四分一 十二 錢當 錢當有十二啊 還可以啦 可以 我是講音存不是公分 那就抬舉我了 聽我說 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處理一個客人 今天有一個單 我們藉由處理這個單 的過程來學習 整個店都有幾個 有一個身材 這個客人的身材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大眾話 他算是精英中的精英中的 精英的精英的身材 還不錯 對 他馬上就要來了 他馬上來了 你好嗎 你好嗎 邰哥你好 是… 邰師傅你好 我今天聽到就是服務他 要不就請服務Kid Kid我送他一支錶 我照鏡我的錶 蛤 蛤 他又來弄一套西裝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 你聽我說 因為學西裝這種東西對不對 真的不是一朝一夕 做西裝這種東西量身了對不對 你只要有一點點的差 你這邊可能只差一厘米 可是你做出來就失之千里 因此我們找來了 我認為全台灣 怎麼穿都很難穿醜的一個人 來配合你手工西裝 這樣到時候你成品出來就說 欸 人家做得好棒 大家看起來好帥 你真的講得不對 像我們這個身材 才是一種挑戰 他這個身材有什麼好挑戰 他這個身材就是買成衣就好 對… 對… 老師您看他的身材 算不算是我們講的衣價值 是衣價值 但是他卻買不到 對… 為什麼… 其實我這個西服已經看過了 他腰很小 他腰很小 他買了一個空間 謝謝你這樣 您剛剛給我養三十六二分之幾 這個東西我不能… 你買了腰就太緊了 稍等一下 老師剛剛用相同的態度 批評我們三人 我等一下看來也有什麼 他說你這裡太大 他說我頭太大 麻煩您幫他量一下他的頭 OK 二十四 二分一 那這個比例上 有兩寸多的差別 這個是差很多的 我一般我是不會達到這個尺寸 沒有這個尺寸嘛 沒有這種尺寸 沒有這種尺寸 頭有問題 頭沒有問題 頭有問題 他尺有問題 然後批評他腰太小 為什麼只有他是好的 我們兩個都爛的 老師他那個腰大概多少 我腰 衣服真的我也買不到 他腰非常小 等一下 那這樣講起來 他的身材跟我的身材 我們兩個誰比較適合穿西裝 那個也有點 老師真是不得欺人的 好吧 我真的是替你做一套西裝 沒問題 我以後再替你做一套 這西裝 不是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你的生日快到了 是不是 當做一個生日的禮物 哇 你剛剛講那個 然後就讓達哥講的 真的讓所有的觀眾很感動 怎麼說 你看你又 做了一支表送KID 然後做一套西裝送達哥 是 結果他們一個人拿鐵釘 一個人拿鐵槌 是 喘著眼淚 不要再亂指 請問您的預算大概多少錢 我的預算是嗎 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 這邊請 沒有預算的 沒有預算的 沒有預算的意思 不是說 沒有預算 你今年最大的預算 沒有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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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上線是不是 我口袋很深 來來來 很深 我們先談談就是說 你要的是一套 怎麼樣的衣服 我要的是一套 好 實用性 對 滿多場合都可以 穿得上 去套裝 套裝 老師像它是雙排扣 扣子是雙排的 跟單排的 雙排會不會比單排要貴 應該講是公司是比較貴 是貴一點 那就對了 這位客人預算無上線 無上線 沒有不擔心 不擔心 你不擔心我就替你 Eric擔心 對 沒關係 我在救他就好 好 你喜歡的是這種 Lady Blue的這種顏色 對 你確定這個 麻煩你拿剪刀 我把它剪下來看 等一下 還好達哥是現在這個 時機點選擇來做這一套 如果他早早就有這一套 對不對 他跟你去拍一些檢察官 那些時候 哇 那你就不能看了 我跟你講 檢察官如果穿這一套出來的話 我們就好好調查一下 有問題 哈哈 我現在先去拿一套面料拿來讓你們看 好好好 好 我們現在應該要很精準 拿出譬如一套兩套衣服 讓客人一看就中 老師您看這一套 客人這邊請 您這邊請 我們看一套 這幾塊布料 目前這樣的布料 等於說男裝裡面三大品牌之一啦 我們看看這一套 這看口袋有錢 我口袋很深 來來來來來來 達哥原本是最喜歡這個是不是 對 原本剛開始看那個照片感覺 比較偏向這個 看一看 你有點喜歡這個是不是 但這個又覺得有點大膽 就是 沒有披在身上 不知道那個感覺 欸我覺得是這個 穿在你身上算 因為這個一般人有可能無法駕魚 來 我們讓客人噼噼看 那個 是 轉成一個領子的形狀 把它放在這裡 這樣很有感覺 對 它已經出來 是這個色調 好看耶 這個土地聰明了 聰明了 可以學彩虹了 哇 第一個感覺好像是 右邊耶 這個真的帥一點 它非常特別 所以你給你講趕快一點 你腰 別逼好 變得這顆 你做一點 啊 你決定了以後就不讓你後悔了 OK 到你後悔囉 好 心裡已經很期待了 期待成品出現 你看一下 這個是沒有修口 對 這個是沒有修口 是 就你要不要修 我要修口 好 這個圖地 他圖地厲害了 厲害了 你這個要有蓋子 你說外面的這個 對 你也可以沒有蓋子 那你也可以 若有蓋子 有的時候可以把它放進去 就是像這樣子 對 有的時候拿出來 好像可以 做這樣子的蓋子 然後比較容易 可是手不喜歡 最後你真的都不想到 你把它剪下來 剪掉 可以當作一個毛巾 開開手啊 擦擦嘴 好不好 好 你穿在身上 我有讓你看到嗎 是 但是我有的時候 手伸在口袋 把衣服故意飄開的時候 哎呦 哎呦 這個好 這個好 大哥這個好 然後我蓋起來 不讓你看 這個我跟你講很簡單嘛 你這樣穿的衣服這樣子 已經很有品味了 然後你一脫下衣服 這樣放在這上面 那女生一定會過來這樣 哇裡面是這樣子 好可愛喔 他就說坤達哥的老婆會這樣子 對 哇你這裡裡面是這樣子嗎 好帥喔 我老婆不會這樣 哈哈哈哈 這樣的 油層已經成功完成了 那我們就要進入到量身了 要量身囉 量身好不好 我會在旁邊看 好好好 那就好 量身好 先您身高多少 178 178 體重69 OK 你178 69 你像話嗎 我身高才170.3 我體重77 不是男子漢嗎 你 我 蛤 這樣有問題嗎 哈哈哈哈 老師您看28半可不可以 可以的 28半可以好不好 厲害 前刀 對 對啊 這個空間太多了 哈哈哈哈 這個叫容積率 這個 裝的比較多 對不對 哈哈哈哈 老師他要抓8 我會給你12 你給他8 這麼快一次 哈哈哈哈 不是 可是他這個當 他當比較 他當到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12 我是8 不是很大 對 10 8 10 這要比你短一點 對是 當是10 哈哈哈哈 你看拍身材照 我們現在要要到實際的生存 也就是一定要把它攀得像景正衣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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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樣子才算說 在客戶來講 全部的事情都完成了 那剩下就進入到專業的去處理 好 剛剛呢 我們已經幫您都兩聲都做好了 好不好 那您放心 這個我師父呢 會交代我 按照您的最適合的尺寸 做一套最適合您的西裝 我在這邊等嗎 這是 等到多少 哈哈哈哈 你在這邊等的話 我們比較不適合 我比較不適合 我們還負責你的時數 這樣我們划不來 喔好 好不好 那個等一下呢 台哥跟著師傅還有學長學怎麼打板 是 那個昆大哥麻煩你去旁邊溜達一下 等一下稍晚就可以回來測試 打板你會不會 卡 Take one 懂吧 懂 好了 我們先開始 很新呢 很新呢 好 台哥要學打板了 好 打板前先放飯 切錶 OK 你秀扣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只要一張圖 就是所謂的標準圖 40寸的上圍 35的中腰 因為它這個腰好小 初學的時候 起一個後備板 你只要能夠說起得很熟 慢慢慢慢你就會知道說 我如何把這個線條拿去 越小越難可 對 我大概知道意思 我們以標準型 40 35 41 來做變化 對 依據它的身材去改版 抽了它的40號來改版 這就是點一下 對對 點一下 來 來 很好 就是 我沒有半條線我懂 所以這一塊是什麼 對呀 對 但這個鞋是什麼 鞋的就是後面腰 對 腰喔 腰 你頭 你過來 這是我的學長 學長您貴姓 姓蘇 蘇學長 對 學了以後多久會畫 這種標準的圖 其實你就按到指示畫 都可以畫 比較難的是你不知道 一大不同的身材 你怎麼去修改標準的版型 這才是 學文的 精神難的地方 對 你以前在大學的時候你就畫出來 對 對 你就會了 沒事了 謝謝 現在唯一的 你總要動刀吧 剪刀給你 剪刀給你 剪刀 剪刀就 剪刀了沒關係 剪刀了叫它重畫 剪刀 這個土路是在地上剪到 會以為是一個 隨便畫畫的一張 再從這裡 剪上來 今天這個開這個版 我算是長了眼了真的是 長姿勢喔 真的 我算長了眼了 我這輩子沒看我開這個版 這個其實是 驅驗的 他真的驅驗的 對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你弄弄弄弄弄弄弄 還沒有嗎 你終於起頭了 已經起頭了吧 下一個步驟要幹嘛 那財布 財布了 財布了 我怎麼覺得寫啊 有點身高怎麼會這樣 你第一 你第一次就自己做出一張這個 蠻精神的成就感 真的不是 不容易啊 這個是從頭到尾 老師至少幫了我們99.925% 好啦 趕快要財布了 好啦 財布 Check it 學長聽說這個 做西裝來講 通常都會有一種技術叫 繡 我有幾樣東西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 大家給學長看一下能不能繡 在哪裡 褲子破掉嗎 方便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這件衣服我很喜歡 但它這裡破了 這個襪子 它這裡有個洞 接下來都比較私人 什麼東西你還有什麼啦 它因為這裡有點憐憫 你知道嗎 根據剛剛的這個 版型 對 那財布 好不好 畫板的話 像這個是 重點就是我們要 讓它做起來的時候 隔紋就是在每個彩片上 對在一起的 這樣才可以 體現我們的服裝的精緻度 這個就是我們的後背的腰線 剛剛我剪的那塊嘛對不對 對 它的腰線在這裡 在這裡 腰線在這裡 對 它是這一片 是跟這一片接在一起的 這一片是什麼 這一片是我們前面的小片 就是這一片 側面有一塊小片的 好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示範 我們一般的彩布的話 我們要一開始就先把外框 先描起來 外框 對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畫完了 我們就要把它剪下來 學長它剪這塊布是單紙這塊布 還是說要剪兩片 就它對多層也是一樣 對 格子的話 我們一定要一片一片去剪 確保它跟下面那一層的格子是對的 我們就把下面那一層的格子 我們就把下面那一層也拆下來 要剪 等一下啦 對 我覺得這樣子不好剪 對 欸 不要剪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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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這一條 對 對 外面這條 好險喔 對啊 為什麼你都有嘎吱嘎吱的聲音 我剪沒有 因為你剪太慢了 對 好 那我們拆布就完成了 完成 耶 賣出了第一步 沒關係啊 今天就這套 就給它穿了吧 拆了第一步 我們要用手縫的方式 把它做成一件立體的 我會讓你嘗試做幾個 很比較簡單的部分 我會順利跑襪子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要看到這樣 這是一個sample 對 它就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毛胚 毛胚的意思就是 我們用手縫 你看得出來這些都是 比較粗的手縫線 我們把它封架以後 讓客人試穿 然後我們可以方便把它拆掉 是 對 然後現在這邊這一片 就是我們的厚片 我們要先把它做得像 一個衣服的厚繩的樣子 再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因為現在記號是只有 畫在布的這一面嘛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動作 叫做打線釘 這個用意就是 我們要把記號做到布的後面 我們從背面就可以看到 這一條線的位置 對 最後把它剪開 對 這樣剪開你看 只是做記號而已嗎 對 我們這次做記號 對 好 現在打開就是一個 後背的形狀 後背的形狀 你看看 你看看 現在老師講的 你覺得我剪的是不是還可以這樣 非常好 非常可以對不對 對 這剪完以後我們現在 往你背上貼嗎 沒有 剪完的時候我們這個步驟還沒有完成 還沒有完成 對 我們要用一條線吧 因為我們這樣打開它是 會這樣子 晃動 我們要把它固定住 你現在是看遠的比較不清楚 還是看近的比較不清楚 我都不清楚 我跟你講我爸以前就這樣跟我講 他就說我告訴你 什麼時候就變了 有一天 他會穿 以後都在穿 好啦 那我們自己這塊就完成了 今天到這邊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呢 先請老師幫我們拼裝一下 等一下就要請客戶試穿 對 你們先休息一下 不然的話會來不及 好 你難道沒有聽到老師的言下之意嗎 對 說你快點滾開要不然會來不及 他剛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對 謝謝老師 辛苦 不行我在旁邊去關注 好 老師狀況好的時候 您一年有辦法做一百套 以前可以吧 以前可以 以前 以前隨隨便便一百套 以前我就講說 隨隨便便六百套 而且那時候排隊的 排隊的 排隊還講關係 好好好王老闆 你放心放心 我給你處理了 那他要跟你講說 我除夕一定要 那你說跟他講 我的單子已經滿到明年二月了 那怎麼辦 那沒什麼怎麼辦 你要不要槍放的時候 哇 難怪要你舊公幫忙 我舊公是為事的 不是 那我們開始試穿 好 請你換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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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周圍的女性的同仁 我們一個人著收三千元新台幣 是 右邊結帳之後再過來觀看 謝謝 大哥目前感覺如何 我現在感覺有點赤裸 不是啦 褲子感覺舒不舒服 像邰哥說 兩隻是完全貼在我身上的一件衣服 真的啊 對 喔 喔 今天很帥了 唉唷 你就穿這樣子吧 以為我們浪費 我們才有時間 就這樣子啦 你知道現在裝潢裡面 有一種叫什麼 工業工業工業 它這塊肩胛骨就很高 是 那當 它的肩往前回包的時候 你必須要給它容量 我剛剛在你畫圖的時候 我就又有疑惑說 萬一一個肩膀跟另外一個肩膀不一樣怎麼辦 原來是在這個階段調整 對 它這個低點很低喔 它有這個高點 有這個肩膀 啊 女孩子也有點像 很大 對 喔 你這畫 好 後面改小以後 前面也會產生變化 那很多人都忘了說 要往裡面弄 對 再重新定位一次 你看看 那它以後怎麼穿 就算扣子不扣 它還是會停留在這位置 一定會在這位置 老師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 南寧這邊消費 在試穿的過程中 穿一穿 它忽然間開口說 老師 就照這個尺寸 你幫我再多做三套吧 因為 有吧 對不對 因為它見識到老師的力量 要功力啦 老師有沒有他穿一穿之後 他太滿意了 最後他就說 老師你幫我多做個四五套吧 我下禮拜拿 他就把鈔票跟槍 這樣子會 又贏我好多萬 我發覺它這套西裝 它可以拍真的是金牌特務 它打起來沒有問題啊 期待這套西裝的出現 相當期待 謝謝大家 至於你呢 明天洞巴洞洞 原廠地址而已 有沒有問題 明天址 對不對 對 中間的 你沒有這一塊 這套西裝左邊柏林上的洞 叫插花眼 也就是flower hole 最早是為了用來防風沙 及保暖的功能而設計的 十九世紀的歐洲 一些貴族地是為了彰顯自己的風流灑透 逐漸把這一功能性的設計 變成了具有浪漫意味的小裝飾 對於一件高品質的定製西服來說 插花眼必須用傳統手工繡製的手法來進行縫製 這也是判斷一件西服品質的關鍵指標 傳統的搭配中 插花眼取配戴於鮮花 現代的潮流男士不斷嘗試各種花種加以進行佩戴 較低調的商務以及政界男士 則會選擇胸針以及徽造 關於插花眼還有一個浪漫的傳說 那就是一位攻籤的男士 手捧著鮮花 向心儀已久的女士求婚 若女士隨即摘下一朵玫瑰 插在男士西服的花眼中 那就代表她允諾了這一生的願意 這樣你懂了嗎 我們經過昨天的定妝 是 那今天我們要看到昨天打板上面有些問題沒有解決的 昆達呢有一個背骨 我們昨天試穿的時候 所以呢我畫了這個圓圓 有一個骨頭 這塊骨頭呢 我經過這個板的切開 你看我延伸上去 你看我延伸上去 就差了一點點 對 就差了一點點 那它這個糕點呢我把它切開上去 上去以後 這圖畫的您怎麼不去太空總署上班 NASA 好經過這樣子切開以後 上去以後 這裡已經打開了 打開以後我們假如說 我們都出來的 我們現在把它縫合回來 這糕點它就會來到這裡 假如我們不經過這個動作的處理 它不會來到我們背骨這一塊 所以這個叫做板上剪開 是 袖子的部分 大小昨天是OK的 但是我們判斷過了 它的右手長 我們用這個 水平連線一個 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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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先整理一下 所以昆達哥 背部的糕點是在 右後方的肩胛骨 然後它右手會比左手長兩度 它就是招潮線 正確 有隻腳比較大 你看 來了 全國都會模仿招潮線的人 那檢查到最後這一步 已經可以說 全部檢查完了 這些看完了 開始拆了 好了 這個現在由學姐來 帶我一起執行 拆線的動作 學姐這個一拆了 就回不去了 有點緊張 沒關係 它是之後才要回去的 因為我們現在要拆掉它 它只是用手工這樣炸出 而且非常的松散 對 但是我們現在拆了以後 我們在上面做的那些記號的點 就沒了 有些記號是需要保留 有些記號是不需要保留 所以不需要的就把它拿掉 就拆掉 我們現在先把領子卸下來 領子卸下來 對對對 好 您跟我講 然後我們在卸的時候 我們比較怕緊迫 我只好用挑針 對對對 我們會這樣挑 現在到這個地步之後 我們就把中間這一片的 是 這樣拿起來 完成這樣 然後再來丟 然後再來丟 對 我們現在就到後面 通作區的部分 把這些折線的部分 都把它燙掉 燙平 把它整理 整理平 等一下比較好壓 在整燙的時候就是剛剛 你有看到所有的折線這邊 要把它燙掉 對 把它燙掉 然後隔紋的部分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的是 要把它的格子 不要讓它燙油掉 知道 沙紋不要燙你 是 先等一下 不要動它 你可以拿旁邊的分隔紙 看沙紋是不是直的 相當直直 我的天啊 這樣就可以了 very straight 再來是袖子的部分 袖子的部分 那袖子的部分 就給你處理了 好 來 我們總之外 還是有一點小功能性 燙燙衣服啦 剪剪線頭啦 我怎麼不能像老師一樣 在那邊畫畫畫畫 那還要老師幹嘛 對不對 沒人要求你啦 沒人要求嗎 對啊 就先這樣 那我們就進行下一個階段 這要幹嘛 剪啊 然後 你看 老師這邊寫了一個 三十一又四分之三 什麼意思 我問你 你學了那麼久 你講啊 蛤 這都不會是不是 拖出去 來 你講 換你講 這就是他的腰圍 廢話 我剛剛不是比這樣子 還需要你講嗎 你懂的意思嗎 懂 對 對 沒錯 我都那麼大哥 都講的都會的 你要看討的是說 三十一又四分之三 他這個人的腰圍 為什麼跟我的頭圍差不多 這個要討論 你知道我小時候出生之後 醫生說什麼 那醫生一看他照超音波 他跟我媽說 你如果自然產會死掉 真的 這是婆婆 我媽說我剛出生 放在那個保溫箱的時候 眼睛就會跟著 扇你拿過來 為什麼要拿扇子 你講一講 你講一講 我們在做西裝 我聽你講 你小時候是想幹什麼 我們為什麼會聊到 我為什麼 我關心你小時候幹什麼 我知道了啦 我現在講的是這個腰圍 對啊 你去扯你的頭圍幹什麼 不是我觸警傷情 關你個屁事 滾 停 停 停 開始 你現在看到所有 剛剛這邊空出來的 像昨天一樣把框描下來 好 放下來 OK 等一下 我們通常在椅板子的時候 會做一件事情 先這樣歇一下吧 看看有沒有畫到 對對對 看你 都畫到了 對 這樣就 大概就好了 OK 走 好 欸 是不是剪到這裡 是 王上檢 還 王上檢嗎 對 我們到時候在製作的時候 那邊會做唱 這個地方會是做雙餐 然後它這邊會是需要保護 好 我們壓滿壓完 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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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是學姐壓完了 我們就是一直聊天 我最近也有負責一些事 有有有有 辦法現成 那我們現在是要進去裡面 是不是 要讓你踩那個鋒韓機了 沒問題 踩鋒韓機 對了 ? 以前很少人知道這個叫做縫紋截 而且這個是墊然後跟這個材子一起 以前是完全人力是這樣 來吧 學姐來吧 開的車了 對 我要教你開口袋 內袋的部分 這個是口袋布 這個有個擋片 就是你口袋在打開的時候 不會直接看到口袋布 所以這個是擋片 所以你現在讓我車子上紙來練習是不是 不是不是 OK 不是不是 這個紙板的目的是為了要把布壓好 有時候在車的時候 布有時候會這樣滑掉 那紙板可以做輔助 先讓你走一回 你先走這個 就把這個框這個輪廓先車起來 然後你可以用紙板輔助你 很不錯耶 他直接縫進去了 他指甲縫進去了 你指甲縫進去了 指甲縫進去了 指甲縫進去了 你指甲縫進去了 他不是縫到兩針 他整條都在紙上是怎樣 好啦 我跟大家示範一下 因為他這個紙 就當作是另外那一片的那個布 把他縫上去 縫起來就是這樣 好不好 好 這樣懂了 來 我先把它剪掉 快 欸 你在做什麼 沒有啊 我在看那個 看什麼 我不知道 我幫你提醒一下好不好 不要不要不要 你看到 報告 報告 有精神 有精神 櫻燈 事實 對 沒有 不錯喔 自己看 看到沒有 整條線喔 滿直的啦還可以的 確認自己看 整條 完全無誤 可以耶 好了 今天我們就到這邊開 我們要讓那個昆達哥身上有一個口袋 是你縫的這才有意義 可以 我們先把這個擋片固定住 一樣像剛剛那樣直線車 直線車把它車從頭到尾車 車到底對不對 對對對 沒問題 你看 可以耶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了嗎 看一下囉 他這個車面 你要車到這個旁邊 就只能有 大概0.001 這個好流 這樣 這才是一個車關 是不是 是 學姐你覺得這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 老實說一句可以了是不是 我是說真的 好 滾達哥你看看啊 你老爸爸一針一針幫你這樣車啊 那麼紅的部分現在把它剪開了 對 現在舉起來講的是這樣 要把這個拆掉 對對對 然後呢 這兩個要對折 好 停 你看 我剪得完全順的那個紙 有一個小撇步 就是把 手這樣進去 你的 手袋布 剛剛剪到了 沒有沒有 嚇人 你又不要嚇人了 我剛剛怎麼是掛到耶 天才小裁縫 你覺得 成就感怎麼出來 成就感怎麼出來 好 好 老師我幫你整理一下就對了 對 老師傅看完就說 你老 不要再殺小 要從中間 不會吧 要完成一件作品 步步都很難 但在他要完成的時候 其實內心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即便說我今天是 這麼多老師幫著我 我只做了 百分之零點二 但是 我也 參與其中 這也算是 一件光榮的事情 現在越做越是期待他的成品會是什麼樣子 真的 他說看看呢 成品然後穿在困難的身材會是什麼樣子 有 不要謝謝學姐 謝謝老師 那我在這邊要告一段落了 對啊 學姐 可以啊 老師講一句可以嗎對不對 可以啊 是不是 我們是不會猜的 不會猜的嗎 確定喔 確定 讓他前部猜 車好 把口袋拿出來 喔 老師這講得好 我全部把它車好 對 全部車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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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上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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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有一種 很奇妙的成就感 好不好 坤達 你準備 領你的西裝 確定 耶 广衣上西装可分为三种 正装 休闲西装 以及礼服 我们是通过西装的口袋 来区别它们 口袋分为三种 一 钙带 口袋上方会有一片露出的面料 主要是用于装饰 带都是隐藏在西装内层 出现钙带的西装 以正装为主 第二 贴带 与钙带最大的区别就是 没有钙子 犹如整款西装面料缝合在一起 贴带多数出现于休闲西装上 双线带 一般会出现在礼服款西装 开口处会用亮面面料 做两条线作为装饰 与礼服的薄头面料一致 这样 你会了吗 老师 请问一下 到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全部完工了吗 交到客人手上 目前这个衣服算是全部完工 是 那我们等一下要整趟 也就是要化妆 哦 譬如说我们如何去把它整趟到 非常平等 整趟工艺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尤其是刚刚您看这个外 这个是西装的外观对不对 我们一个西装讲究 不是仅仅外观 这个里面是口袋的细致啊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标签 这台车车的哦 是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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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后来有没有拆掉从车 没有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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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看到没有 我这个人是不捧自己 我自己不会捧我自己 很少讲自己 很少讲自己 但是我刚好在讲的时候呢 老师突然间讲说是我的 算是老师 算是老师把你塗上去 是你自己 不是我 你先退一下 你看哦 还没有烫之前 这一件已经完美的 像一个电影道具 很期待他烫完之后 什么 真的羡慕 真的是 我觉得穿在达哥身上 糟蹋 绝对 哎呀 应该穿在你身上是不是 我带不 给你一个机会 现场竞标 只要你出了钱 你达哥到这一件 你就要拿走 其实老师 我这样猜哦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 这样的西装的话 要不要12万 一定要吗 这个12万 是不是 你看看我 我真的 你懂 我这个行走行起 这是开玩笑的 对 对 你看 打打打打打打 但是说进去 你就解决你多年的困扰 没有我没有困扰 是不是他想给你介一下 那个运斗 看可不可以帮他唱表 没有 这个太尖 不要吵这个 大发尖 好不好 好啦 那我们再去把这个 这套西装呢 好好的整趟 去 我们把人台 拿进去 人台进去 那我们应该讲起来 这个时候叫 龟烫 就是说我们要去看 这个衣服 放的地方要正确 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对 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馒头 我们说它是很奥妙的东西 它能够塑形 它呢 各个角度不一样 每一个角度 在放的时候 都有它一定的 放的一个方法 是啊 对 还要垫一块布 一定要点 你纯粹这个光烫都烫 它会有亮光 你要保持它原来的亮度 老师是不是 做西装师傅这个行业的人 比较没有脾气不好 焦了半天焦不过 脾气就变坏了 老师不好意思跟你说 他也杀了两三个主地 后面那边有一个厨房间 你有看到吗 没有记住看到 这样讲一遍不会 讲两遍不会 野生会来气 也会来气的 哈哈哈哈 黑斗就下去了 老师你是不是白吃 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样子老师我们算烫好了 烫好了 我们可以这个交件了 交件 交件 等一下 烫好我们可不可以在外面 放在那个模型上 然后我们拍几个很帅的拍子 我当模型好了 哼 你会回起来 哼 你看旁边站的不动 好吧 那个站 我个人想穿新的 我懂 你懂 展示 我远远就觉得这边有一件衣服在发光 可以吗 正所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么快啊 交钱在交货的前面 等一下 等一下 在我们跟达哥扯这么多事情 对不对 我们先问一下本人 百亿度怎么样 再跟他谈钱的事情 这样子是不是 对 我刚刚在远方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一尊 好像你自己在这边 他连身高都跟你一样 这个颜色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看 是 我今天就是带着一种你知道 来交新车的心情 我懂我懂 连红线都是你选的 这个这样子 因为你这个喔 这个外观嘛 内装还是要看一下 内装 你看看 看看… 好不好 Casino 是不是… 那最主要是 你看看这个缝线有没有 这个讲究的这个口袋 是不是 你这样讲他不懂你的意思 你要说 这口袋是你海哥缝的 哎呀 你怎么抢不出来啦 哪里啊 我怎么不抢 我不想要抢的 现在这个口袋是你缝的 不要这样 哪里… 只有这个口袋放 这边也是 包含 历尚西服公司这个Mark 铁子小弟缝上去 你看这个做工啊 就是知道本西服号啊 有多么的讲究 你讲缝的指不正常 你要是觉得不行 你就讲 你看你戴着眼镜看一下 好不好 你拿到西装容易了 但是台哥缝的不容易 不容易 对对对 只有唯一 是不是 我本来想在这个衣服上面 牵上台智元山 等一下… 上次是不是有把 打哥的名字缝在哪里 里面 不在里面 在里面… 真的有啊 有有有 哦 哇 哇 还有三月 来 一十年三月 你又刚好是 这个110耶 对啊 110 110 对啊 110 所以 10是我老婆生日 真的啊 我以为想说你们这么贴旗 哎呦 哎呦 我现在帮你 110318 干脆把你夹上去 没关系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好啦 那就 我满意了 要试穿一下 要试穿一下 好不好 你试穿以后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的话呢 我们都还可以给您做这个 微调 还可以 如果完全满意的话 那你就 请董 买单 对 等一下 你前面又收拾生日礼物 然后又把 昆朗哥老婆生日缝在里面 都做这么多 只有你还是要买单 不是 它是这样 因为这个原价12万 12万 是不是 是 讲错 原价26万8 等一下 怎么瞬间 怎么瞬间 好啦 不然这样了 达哥如果有困难的话 我们今天12万3就转给你了 你也蛮喜欢的吗 拜你嘛 12万3 我刚好有带2千 哈哈哈 好啦 试穿了 OK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耶 老实说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 舒服 舒服 很轻啊 很轻 就当作一般衣服在穿 但是你会不会紧 不会 都会紧吗 会紧 完全不会紧 完全不会 很自然的感觉 对 就是 刚刚好的 有点点空间的贴在你的身上 嘿嘿 不可思议的感受 甚你知道我这个手工的戏了吧 对 尤其是那个口袋 口袋你感觉得出来 我感觉到了 感觉有钱要进去的感觉 很深啊 深啊 不但很深 所以整体上来讲 OK 様 你还有觉得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 对 顾客满意度要调查一下 对 Perfect Perfect 好 买单了 非常满意 好 来 好啦 刚刚那个客户的满意度 100万分 没问题 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东西了 你说 老师 台哥跟着您学习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 如果说 今天是正式的 要让台哥 真的来当你的学徒 OK吗 我愿意 OK 谢谢老师 哎 他是一个聪明的学徒 谢谢 谢谢老师 而且刚刚老师是 不假思索 立即说的 没有任何的外交辞令 他没有犹豫 没有 没有犹豫 没有 没有 他这就像 谢谢老师 真的 非常谢谢老师的肯定 同时 除了老师肯定我之外的 我特别有一位朋友 远道而来 特别来肯定我 等一下 这个朋友 我们要慎重的介绍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老师 是 老师请问 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几年可以出师啊 一般来讲 三年六可以 三年六可以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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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岁 59.6岁 60岁出师 不算完了 有什么问题 哇你60岁出师 出师即退休啊 什么话 是不是 喂 你刚刚讲的那个 隐藏的来宾 我的来宾 先介绍他一下 今天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跟老师的这个缘分 是他介绍的 特别的 非常欢迎 欢迎来到 Mr.Kevin Yes Kevin Yo Yo What's up Yo OK 你跟Kevin有这么好吗 他好 我跟你讲 我今天所有的 包含鞋子 衣服 一些品味 都是他教我的 你知道Kevin 是怎么形容这家店吗 Kevin说 他有深厚 浑厚的技术之外 了解流行年轻人的剪裁 全台仅剩一家 他这样说 因为其实前阵子 GQ也才收过 就是全台湾的一些 西服店 然后梁师傅真的是 顶尖的 梁老师他是这样 他不仅说是自己本身的 手艺了等 所以他还在传承 希望能够有这个 很厉害的师傅 也能够慢慢培养出来 我跟你讲 客户也满意了 师傅也满意了 差不多要Ending Ending 那我可以讲了吗 稍等 在Ending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 你说 师傅请 这套衣服呢 现在是你的衣服 假如说 不是颁奖的时候 你可以来找我把它拆掉 是 就变一套黑的西装 那那天帮你量了尺寸 第一天要量啊 有量台阁 我这个很感动欸 他怎么会 我心里想一想说 不是穿 这个衣服给你穿会怎么样 所以老师都有把 台阁的尺寸完全 对啊对啊 都写了一遍 这里面跟你 客室的木要 哇 哇 哇 老师怎么要到台阁的尺寸 你们知道吗 是对面的木材行提供的 木材行提供 哇你这一下 木材行提供我的干什么 Hello 哇 誰刷考 誰刷考 你們誰刷 誰刷 滿意 我們剛剛滿意了 你滿意嗎 什麼事情 等一下喔 其實這集要到Ending的時候 我特別的不捨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次來跟 尤其是梁老師學期 老師真的是 具細迷遺的 一點一滴的都告訴我 60年的功力 在傳承 對 手把手的告訴我 當然啦 這個不可能一觸可擊 絕對是 所以一點一滴累積出來 就好像我們剛來的時候 問的學長 學姐 他們都願意在老師這邊 好好地學習 因為這個是像一個寶庫一樣 挖部門的 這是一個很深的學問 也希望這個手工西裝的製作呢 能夠真的好好地傳承下去 而且很多外國的朋友 外國的朋友 我相信現在我講的英文 你們都聽得懂 Welcome to Taiwan 做一條西裝 這麼多五千塊而已 在那裡做喔 差不多三十萬 看到幾個三三 是不是這樣 你來這裡做 做完之後 都會在吃飯 看我們這裡的風景 看一看這麼長 就是這樣 我都說音樂 都聽得懂 聽得懂 聽得懂 謝謝老師 那我注意喔 要講囉 來 謝謝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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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懂